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专门的火葬厂负责一切的相关事宜 最早的火化炉是通过煤炭燃烧启动 而现代的火化炉早已精进了许多 启动燃料从煤炭变成了柴油和瓦斯 而且还设置了可以调整校对的控制系统 为的就是能够更好地观察到尸体火化时的情况 火化开始前 工作人员会将死者身上的贵重物品拿下来退还给家属 例如珠宝手势 外科手术放进去的心脏起泊器等 这些都是必须要拆除的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工作人员会将尸体推进温度高达870至980摄氏度的火化炉中 将尸体进行焚烧 因为人体大部分都是由器官和软组织组成 而这些组织在火化炉的高温下 很容易就被氧化掉了 但并不是人体内所有的组织都可以被高温破碎掉 例如火化后 那些遗留下来的骨头碎片 就需要专门的粉碎机将其研磨 直到磨成沙土一样的形状 才能算是结束 这也是骨灰一词的由来 最后 烧好的骨灰会用盒子装起来交给家属 让他们自行处置 通常情况下 所有火葬场的火化炉都有规定大小 必须要严格遵守 但一些大城市的火化炉则会做得超出标准一些 为的是能够容纳200多公斤的死者 从20世纪开始 我国就将火葬方式进行了推广 因为传统的土葬占用了大量的土地面积 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污染 从根本上来说 火葬的益处要多于传统方式 虽然了解了尸体火化的原理 但对于一些超出自然的事情 依旧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和恐惧 在2022年的冬天 一个名字叫做李明的年轻小伙 不幸在车祸中丧生 家里人伤心欲绝 但人死不能复生 最后还是决定 将李明的尸体 送往火葬场进行焚烧 到了火葬场之后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火化需要两个多小时 让他们坐在外面等一等 李明的父母 怀着沉重的心情坐在外面 一边流眼泪 一边念着儿子的名字 他的孩子还那么年轻 却已经撒手人寰 正当他们悲伤的时候 火化房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哀嚎 老两口听着 声音像是他们的儿子发出来的 以为李明还没有死掉 赶紧冲进了火化房 想要把李明救出来 却不想工作人员 紧紧地拦住了他们 声称 这是正常的现象 很多人在火化时 都会出现此类情况 李明的父母 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他们明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怎么能说是假的呢 工作人员没有办法 只得找来科学依据 向他们一一解释 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 死者在火化时传出声音的情况 通常有三种 第一种的叫声 是来自死者的身体 因为火化炉里的气温非常高 所以 死者身上的纤维和脂肪 在燃烧的时候 会在空中发出一些声音 这是灼烧的迹象 第二种叫声 来自于死者的肺 有些死者送来之后 肺部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 从而产生了一定量的气体 所以 在火化的时候 这些气体产生了气压 从而冲出了死者的喉咙 而这种情况 在外面的人听来 最像是死者的叫声 第三种叫声则来自于死者的体内 人在死亡之后 体内的气体 会因为膨胀 而慢慢排出体外 这种方式 就跟吹笛子一样 拥有相同的原理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死者发出声音的地方 不在声带 而且 人体内含有水分 死后的几小时内 水分不可能全部蒸发或排掉 所以在高温焚烧时 尸体里的水分会蒸发 从而出现一些鸣叫声 但是这类情况 只出现在特定的人身上 例如溺水的人 或者在死之前 曾大量饮水的尸体身上 通过科学解释后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死后 尸体在焚烧时 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但在火葬场 这点怪事都不足为奇 因为在全国各地 有不止一个的工作人员 声称自己亲眼见过火化炉里的尸体 坐了起来 尸体产生不具备的行动状态 这种情况被称为诈尸 在古代 诈尸的现象 在民间流传甚广 传说人死后 都会被装进棺材中 摆放在自家的院子里 等上七天 而这七天内 要求祈福诵经 超度亡灵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死去的人的灵魂 会从阴曹地府 回到以前生活过的地方 这叫做头七 而有些人 则在停灵的第三四天时 从棺木中苏醒过来 这样的情况 被民众称为诈尸 但人死之后 真的还能活过来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 在以前 人们判断一个人死亡的标准 是他还有没有呼吸 当这个人没有自主吸气和呼气的能力之后 就会被判定为死亡 但依旧有极个别的情况存在 那就是这个人是生理性的弊器 通常躺一段时间就可以缓过来 所以 这种情况被称为诈尸 但现代医学更为严谨 在临床上 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的标准 不再是看他有没有呼吸 而是更为精准的脑死亡 当一个人脑死亡之后 还会在火化时做起来 这种诈尸 又将如何解释 有医学专家 曾专门做过此类的研究 他说 几个别的人在死亡以后 身上是带有静电的 或者这个人在死之前 他的意识活动曾非常的强烈 所以 意识和肢体行为 中间有一段时间误差 在火化时 就会出现诈尸的情况 但更多也更为准确的说法就是 人死后的肌肉 在火化时会产生收缩 生前用来连接的筋也会收紧 这样就导致了火化时做起的状态 此类说法 皆为研究表明结果 所以 在现实生活中 不存在诈尸这种说法 在众多鬼神惊悚的电影和电视剧中 永远有个绕不开的话题 那就是 人死之后 尸体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产生失变 变成僵尸在世间行走 这类说法真的存在吗 因为有太多现实的例子说明 人死后的尸体 在碰到小猫或者小狗之后 被冲撞成了僵尸 开始走路或者蹦跳 但这一切的缘由 依旧与人自身的惦记有关 人死后 身体会带有静电 而小猫或者小狗 有大量毛发 身上也会携带一些静电 当他们从尸体旁边经过的时候 身上的静电会 刺激到尸体 从而产生阴急 人的身体会在这个时候 感受到阴急的改变 就会从棺材里坐起来 严重的还会跳舞 而埋在地下的尸体 身体也会有小幅度的移动 其中四肢最为明显 这种情况跟诈尸不同 它被称为木乃伊化现象 是人死后 身体里的水分逐渐流失 所产生的具象化现象 在医学上 按照传统的概念 死亡被分为了三个阶段 其中有冰死期 临床死亡期和生物学死亡期 冰死期顾名思义 就是指人开始濒临死亡 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体 它各个系统的技能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将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 心跳逐渐减弱 呼吸和血压慢慢降低的情况 这个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 和人自身的体质病因有关 有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冰死期会很长 能够持续两到三个晚上 而临床死亡期的主要表现形式为 心跳停止 呼吸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 死亡的持续时间为五分钟到六分钟 这是血液完全停止供应后 大脑能够接受缺氧的时间 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 大脑将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而死亡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生物学死亡期 这个时候 从人的脑皮质 到一整个神经系统 它们的新陈代谢 将会慢慢停止 这个时候 要想人体复活 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但在这个阶段 其中这些组织在一定时间里 仍然会有非常微弱的代谢出现 而在此其中 会逐渐出现湿斑 湿了 湿僵 最后 尸体会开始腐败 人类历史文明几千年 我们对死亡的概念从无到有 现如今 更多的科学研究 已经解开了古时候 对于死亡现象的各种误会 我们应当正视死亡 不再用鬼神之说吓唬人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